汉书是前世史的第二部 也是第一部断代史 汉书以前有很多本著本 但现在流传下来比较好的 比较早的 是唐朝岩石谷的著本 为什么我们应该 或者说最好是读一下著本 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因为西汉的历史 毕竟它有很多的史料 安顾它个人的人力和精力是有限的 所以这部著本对史料有很多补充和纠正 这也是难免的 第二个主要的原因 是如果我们读过史记和汉书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汉书它的成书时间比史记要晚 但是它比史记要更难懂 本来说它应该比较容易懂的 因为史记它的时间跨度很长 汉书只是断代史 也就两百多年 但是它却更难懂 主要是因为汉书它使用了这个语言 它许多是古代的文字和语音语意 所以说就很难懂 这一点在史记里面就不一样 我们看史记它很多文章 比如说上书那些古文 它都用比较浅显的语言重新写了一遍 所以说我们对比一些古代的经典名作 上书和史记里面 我们就发现有些出路 史记里面好懂 也就是说汉书它对历史记载 它没有进行这种再加工 所以它就比较难懂 下来我来举两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汉书这个萧和段呢 萧和配人也以文无害为配主立愿 文无害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呢 这个萧和因为他文无害 所以他就当上了这个官 一个比较浅显的解释 就是说这个人没什么坏处 对吧 所以就文无害 所以说呢 或者说呢 他是文匿 但是呢 他不害人 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样 他不伤害人 那其实不这样 那无害啊 他的古意啊 他是无以伦比的意思 就是说没有人能胜过他 我们看这个 颜世谷他的解释 就比较确切了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库里传 这个赵宇 赵宇 赵宇呢 是一个库里 他不能说无害吧 他不能说伤害别人吧 但是呢 周亚夫就说 宇 极之与无害 来文胜 就是这个无害呢 就是说一个论的能力啊 是最强的意思 所以呢 我们看还是 读这个注解 还是很有必要 我再举一个例子 这是李延年歌 李延年呢 就有一首 我们也很著名的一首歌曲吧 比如说这个北方有家人 绝世而独立 一故清能城 再故清能国 宁不知清城与清国 家人难再得 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 比较费解 但我们看一下 他注解呢 这就很容易懂了 因为他这个诗 它是行为比较简练的 有意思没有说 宁不知清城与清国 就是 我们哪里不知道 国家或者城市 清富 它带来了灾难呢 但是我们还是 情不知经的 为这个 绝世家人而清党 为什么呢 因为 他真的是 很难看到 很难得到 就这个意思 就说呢 人有的时候呢 明明知道自己是 办错了 但是还要去办 因为是情不知境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呢 从这两个原因呢 我读岩石古著的汉书呢 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读岩石古著的汉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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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load document